強盾之後 國土管理署統計 全臺接獲民眾請求勘災的建築物 共有四百三十件 以雙北花蓮還有基隆最多 紅丹建樹有十八件 黃丹三十四件 而北市新隆社區 在這次地震過後 鋼筋還有建築都裸露 外牆也嚴重的毀損 住戶呼籲北市府可以儘速完成毒梗 輕輕一波 天花板大量水泥塊 從天而降 鋼筋結構裸露在外 讓人看得觸目驚心 這是臺北中正區的新隆社區 除了原先就有海沙屋問題 在地震過後建築結構 變得像豆腐般脆弱 住戶嚇得不敢睡覺 原先計畫今年七月 要讓住戶全數搬離 但現在的建築結構 讓住戶們一刻也不能等 呼籲儘速讀根 另外在臺北南基場的老舊建築物 也不敵地震威力 建築結構被判定為紅丹 必須拆除或補牆 不過另外在民生登陸五段 也有社區大樓外觀 軍力嚴重 北市府緊急拉洗封鎖線 貼上黃丹 不要去把牆城圍饒饒 這個建築 假如比較有點裂縫啊 會影響房價 應該是去想說 這房子 他的安全性比較有問題 更容易凝聚住戶的共識 來加速往圍饒都跟走 根據國土管理署統計 花蓮大地震發生到現在 全臺民眾請求勘災建築物 有四百三十件 其中以花蓮雙北河基隆最多 紅丹共有十八件 黃丹則有三十四件 檢視全臺因地震影響建築結構的 還包含桃園大溪的三原市場 被判定為圍樓 考量近期有餘症 住戶得先立即撤出 專家提醒雙北嘉義和台南 有土壤液化問題 民眾在地震後 要特別檢視建築結構是否安全 記者原始郭俊麟 臺北桃園報導